就在疫情持续蔓延之际 台湾绿营分子又开始操弄起华航证明事宜 台湾中国时报4月12日称 台湾捐赠给欧美的口罩陆续抵达 欧盟公布华航客机卸货的画面 可看到华航的英文名称China Airlines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称 明明是台湾送的物资 但华航的英文名却很容易 被外国人误认为是大陆级航空公司 华航证明的时候到揽 时代力量的秋显至复合称 确实该趁势处理华航更名 以台湾名词命名 与大陆区隔 台交通部门负责人林嘉龙11日 在脸书上声称对此持开放态度 不过航空公司更名姿势体大 牵蚀航权航线等 且华航是上市公司 需要尊重股东与全台民众的看法 台北驻德国代表谢志伟 4月11日还声称 只要是对台湾有认同 有感情的台湾人 应该都能接受在华航的中文名称 不变动的情况下 其英文名称里别再出现拆呢 因为现在要讨论的 应该是技术上怎么做 以及做什么 而不是道理上要不要做的问题 但很显然 岛内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 立委和志伟担忧 华航变更英文名称后 航线航权恐面临打压 形成华航飞机飞不出台湾的情况 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林伟周称 此事涉及国家定位 两岸敏感的统独问题 不随之起舞 由航空界人士直言 目前国际现实下 看不到证明有何好处 甚至要花费数十亿元新台币成本 各国若认定此事太政治化 很可能使华航丢失航权 台当局1959年创办华航 目前仍以间接持股方式 拥有多数股权 中文字幕看不到